请酌情观看 安琳达从安东尼奥处 抢过匕首 然后切开了安东尼奥的喉咙 一条条脚锁从舞台上方垂落 对应着每一位演员 你好 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Euclid等级的 SCP-701 SCP-701也被称为《翼王碑格》 是一个卡罗林时代的 五目复仇悲剧 戏剧背景在 君族洛王国的都城色寇 戏剧开始时 君族洛之王 斯福尔扎返回宫廷时 疑似自然死亡 君族洛的贵族聚集在都城为新王 斯福尔扎的弟弟贡扎洛举行加冕礼 贡扎洛同时娶了 斯福尔扎的前妻王后 伊莎贝拉 该剧本的演出会使观众和演员 均出现精神错乱 及伤害自己的行为 同时导致迷之人物 SCP-701-11的出现 这些异常的疯狂事件总是会导致人类牺牲 并杀死所有表演者和听众 简而言之 701是一种自我进化的魔因病毒 以未知方式经由戏剧文本传播 翼王贝哥的演出有36.78%的几率 会以暴乱事件告终 根据历史记录和研究 这些暴乱通常遵循以下顺序 在演出前14天的彩排期间 演员会开始不自觉地偏离剧本的出版文本 然而 和脱离剧本的即兴表演或错误不同 上述的偏离现象是有秩序且一致的 就好像演员是在表演剧本的另外一个版本 但演员和工作人员不会觉察到任何变化 而且如果提醒他们的话 他们会声称演出本该如此 暴乱事件通常发生于开幕之夜 或者在到场人数最多的场次出现 701-1会于第一幕中场时在舞台上出现 一般位于背景处或主场景的边缘 奇怪的是 演员并不会注意到或评论701-1 至少一开始是如此的 701-1通常会于第五幕的宴会场景中 完全出现在舞台上 此时他以被绞死的国王一脚加入表演 演员要么互相残杀 要么伤害自己 有时甚至会使用似乎是凭空出现在舞台上的道具 观众中也会爆发骚乱 观看者会随机攻击他们面前的任何人 无论之前的关系如何 以下是一个被摧毁的普通摄像机内 被发现完整记录的录影带 该录影带显然是从观众的视角记录表演的 表演一共扎落 像聚集在一起的贵族们敬酒开始 然后离开舞台 喝醉的依莎贝拉王后 向某个留在台上的朝臣忏悔地说 斯福尔渣其实并非像先前所说的一般 在睡梦中死去 而是在他回归的途中 路过乡下时 依莎贝拉给他喝了安眠药水 随后供扎落和其他支持者杀死了他 作为对国王最后的侮辱 供谋者们把国王像一个毛贼一般 吊死在一棵树上 依莎贝拉继续供人说 安东尼奥 一位贵族 其实就是他和斯福尔渣的亲生儿子 有着合法的王位继承权 在依莎贝拉胡言乱语的场景中 疑似观察到了SCP-7011 一个不处于任何一位演员的异常的阴影 被倒映在舞台后墙上 几秒后 阴影就消失了 然后 出现了与原剧本的第一个片差 与预定的佛朗西斯科和明记的对话不同 目不落下 再度升起后 舞台上空空如也 安东尼奥从舞台右方上台 第一次间接观察到7011 一个来自舞台右边的人影被倒映在后墙 安东尼奥停下脚步 表现得很惊讶 然后阴影消失 安东尼奥开始一段独白 证明他现在相信了伊莎贝拉的故事 Dr.J指出 虽然这段独白和戏剧其他部分的风格一致 并且准确符合卡罗林时代的语言习惯 但是 安东尼奥在这个场景中的台词 在原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的 然后目不落下 再次升起时 台上是佛朗西斯科和明记 安东尼奥返回 演出继续按照剧本进行 这时 观众第一次直接目击 7011 他进入 并站在舞台边缘 直到第二幕场景结束 当贡扎洛了解到伊莎贝拉 吐露的实情后 为了掩盖真相 贡扎洛立即开始谋划 对三个在场证人的谋杀或抓捕 他还命令把伊莎贝拉 关进一所修道院 并且编造谎言 称王后疯了 接着他从舞台左侧退场 灯光熄灭时 7011被看到转身 并跟随着他 第三幕场景 再次目击7011 在贡扎洛谋杀索提诺时 他出现在舞台边缘 场景结束于 贡扎洛命令他的处事 将尸体做成顿材 从现场回收的剧本显示 这个场景当初在排练时 本该就被删除了 第三次目击7011 是在伊莎贝拉准备使用毒药 谋杀安东尼奥时 出现在舞台左侧附近 安东尼奥看穿了他们的计划 强迫伊莎贝拉引下毒药 杀死了他 第四个目击时间 是在第四幕 7011和贡扎洛一起入场 并且在整个场景中 都和他在一起 这个场景还有两个关键时刻 第一贡扎洛在提到 以未知的贡品 将阿拉卡达大使 获得了强大而无畏的毒药时 似乎对7011点了一下头 这是第一次由演员 对7011的存在做出反应 贡扎洛打算用索提诺尸体 做的盾采中下毒 并响之欲潮 杀人灭口 第二 场景结束时与剧本不同 剧本上原本写着 在第四幕结束时 贡扎洛会思考他自己的不端恶行 然而在这里 他看起来更关心给大使的贡理 是否真的足够 灯光熄灭 7011在第四幕快结束时 再次出现 安东尼奥在此时会离开 准备为他的自杀行动寻找一把刀 然而安东尼奥并没有离开 而是停在了7011的面前 7011递给他一把长匕首 7011和安东尼奥一同下台 灯光亮起 客人们来到了贡扎洛的宴席上 贡扎洛再次敬酒 这次是镜向代表外邦的大使 菜已上棋 然而在宴会开始前 安东尼奥及时登场 手持一份羊皮纸 这时候的表演已经开始严重脱离了原剧本 根据原本的剧本 安东尼奥本该揭穿斯福尔扎被谋杀的阴谋 以及拿出自己是合法王位继承人的证据 但在这里安东尼奥却称 羊皮只为阿拉卡达大使的货物清单 证明贡扎洛所欠下的贡品 比他献给大使的还要多 7011此时从舞台右侧登场 所有演员似乎都注意到了他 贡扎洛站起来 对旁边的观众诅咒着 然后向舞台左边跑去 剩下的演员 包括安琳达和弗朗西斯科 也从舞台左边登场 用身体挡住了贡扎洛 并且把他拽回台上 SCP-7011这时 移动到了舞台中央 站在贡扎洛王座前 舞台上方垂下一条脚锁 演员们把贡扎洛推上脚架 此时他开始以意大利语咒骂着 脚锁被拉高 演员们松开了贡扎洛 他开始窒息 安东尼奥说 以此贡品进场 他拿起了匕首 刺穿了贡扎洛的腹部 使他的肠子撒落在舞台上 安琳达从安东尼奥处抢过匕首 说 以此 愚者之血 尽规亦亡 然后切开了安东尼奥的喉咙 一条条脚锁从舞台上方垂落 对应着每一位演员 演员们聚集在脚锁下方 安琳达站在七零一一的身边 说 以此 无等之血 尽规亦亡 而后 演员吊死了自己 SCP-7011穿过悬吊着的尸体 来到前台 灯光骤暗 尖叫声和暴力行为的声音在摄像机周围响起 一声巨响似乎是摄像机被打落在地 如果有任何观众在首次暴乱后幸存 他们将能够离开演出区域 但仍会继续进行随机或刺激的暴力行为 受害者往往将需要被进行震惊或拘束 普通人在事故后约24小时会恢复正常 生活的受害者往往会表现出 与创伤性经历一致的迹象 一些人无法回忆起事件 其他人可能会陷入永久昏迷或罹患精神病 大家记得去观看 阿佑新的动画频道 阿佑来啦 在这里阿佑会分享人生趣事 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观点 你只需点击下方的链接 即可进入阿佑来啦的世界哦 接下来 阿佑想要很自豪地展示 这些超让我们惊喜的粉丝作品 非常感谢你们 大家现在也可以将你的粉丝作品 发送给我们 阿佑将非常乐意在下一个影片中 展示你最好的艺术品 你可以查看下方有关如何 提交作品的说明 接下来你想要阿佑讲解哪个SCP 和为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